小伙伴们注意看 蛋仔岛中的北极兔卢米 它是一只兔子 但是很诡异 在它的头顶却没有顶着胡萝卜 而众所周知 蛋仔岛中的兔子 它们头顶一定是顶着爱吃的萝卜的 你们看蒙托阿奇的头顶 就顶着一根萝卜 那么作为一只兔子的北极兔 卢米它头顶的胡萝卜 究竟被谁抢走了 小伙伴们 你们难道不好奇吗 众所周知 北极兔卢米 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兔子 如果你喜欢北极兔卢米 顶在自己的头顶 比如说松柄小红帽 仔细看在它的头顶 就顶着一张刚落好的松柄 它的松柄可没有被人抢走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蛋仔大声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北极兔卢米头顶上的胡萝卜 究竟被谁抢走了 今天我和学姐在蛋仔岛中 找到了抢走北极兔卢米萝卜的凶手 其实就是站在它身后的雪怪瓦图 仔细看在雪怪瓦图 从地上站起来以后 我和学姐发现在它的头顶 顶的就是兔子最喜欢吃的胡萝卜 所以很显然 北极兔卢米 站在了雪怪瓦图乳的正前方 它头顶本属于兔子的胡萝卜却没有了 那么一定是被身后的 被雪怪瓦图乳抢走了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